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呢 就谈到了保罗 他外邦宣教的这个使徒的使命和负担 那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呢 就他谈到了他强烈的 要去拜访罗马教会的这样的意愿 以及至今不能去拜访的拦阻 那今天呢 我们读了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就讲到了保罗代祷的这个请求 三十节里面说到弟兄们 那这里面保罗在他写他的书信当中 往往有一种方式 就是在谈到弟兄的时候 往往是展开新的一个段落的 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在这里他说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在这里面探到了一个 他劝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与他一同竭力 为他祈求 我们留意到这里面说 借着什么什么 劝你们 这里面他用了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 那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借着什么什么劝 表明保罗劝弟兄姐妹的这种方法和手段 我们即便不查希腊文的那个 借此我们也可以知道 借着什么什么劝 方法和手段 单是凭自己 他不是凭着自己 也没什么可凭他 虽然当时保罗在某种程度 外邦使徒里面虽然跟十二使徒不一样 但是他在宣教上 做工上影响力上也比较大了 当然有很多人也知道他的名声 但是我们之前也交代过 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绝大部分的人是未曾与保罗谋过面的人 这个教会又不是他宣教建立的 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和感情 所以他在讲劝勉他们 教导他们的时候 常常非常小心和谨慎 所以在这里面 他不是说我 使徒保罗 什么像劝提摩泰我属灵的儿子 劝这个菲利比菲利门等等 他可以放胆的去说点什么 为什么他们之间那种属灵的关系 已经有坚固的这样的基础 他可以放胆的去讲 像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 对你们我有可夸口的 所以在这里面 因为他未曾毛命的缘故 因此他用了这种非常柔和的 委婉的方式 借着什么什么劝 这里面提到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第二个就是圣灵的爱 我们仔细留意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劝呢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里面 他介绍自己他为 耶稣基督的仆人 特派传上帝的福音 他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里面就谈到了他的呼召和 差派的主 就是耶稣基督 我不是凭着我个人 也不是凭着跟你们之间的感情基础 我乃是凭着我们共同所信的 教会的元首 就为主耶稣基督劝你们 这是他劝的基础 劝的基础 前面一章一节到十五节 已经介绍了那么长的 他如何蒙招 他的使命他的负担 他事工的特征等等 其实就在普遍 包括你们罗马教会 弟兄姐妹也同样是在外邦的范围里 因此也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我们后面谈到这个十四章十五章 十五章也讲到 谈到他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使命负担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谈 他和罗马教会之间这种合法的 在上帝面前合法的这样的基础和地位 所以他凭着主耶稣基督劝他们 第二 借着圣灵的爱 或者说是圣灵感动的爱 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说 由圣灵所得 借着圣灵所维系的这个爱 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爱是来自圣灵 来自神 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前面是比较硬的 强硬的权柄 我使徒保罗 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特派传福音 对象是外邦人 因此你们罗马教会的 在罗马的外邦的基督徒 包括少数犹太人 同样也是在我的服侍范围内 我去是合法合理的 权柄的问题 第二 圣灵的爱呢 是比较这个人性的 因为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我们同信因为主 同饮因为圣灵 同样蒙一个圣灵所感 同样因着基督 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我们成为 因此我们之间 在圣灵里面应该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这是非常人性的 邀请 前面稍微带点 暗示性 命令性的 后面 是邀请 我们在主里面 彼此相爱 都是同言为圣灵 都是因着圣灵 在我里面 感动我 使我爱神 爱人 的那位灵 也在你们里面 将神爱 教官在你们里面 我们同样在爱里面 彼此带的 所以他说 借着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爱 劝你们 邀请你们 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 这里面提到了 与我一同竭力 祈求 竭力这个词呢 可能是关于战斗和角力的隐喻 暗示着他所请求的 这个祷告的性质 涉及到与神教力 像雅各一样 挣扎 当然这个 当然不是说 我们可以与神什么有什么抗 被造物和造物主之间 不存在的这种平等的关系 但是作为在恩约里面 我们在祷告当中 有的时候 祷告需要这种像教力一样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上帝不喜悦的 上帝不给我们的 我们就应用紧实 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这样的系列 祷告不是那样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在神的面前奋力祷告 这个教力 这个是需要的 或者说 他特定是指这个祷告需要格外的费力 我们前面已经查考了 犹太人对保罗的这个误解和逼迫等等 在这种压力下 需要这种奋力的祷告 特别是有困难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保罗额外的邀请他们 与我一同奋力 也就是说 与我一同是我在奋力的祷告 求神给我开出路 能够这样这样这样 那我邀请你们与我一同 一同竭力 求告神 祈求神 那在保罗可能在这里面描述自己的服饰 这种可能表示 他邀请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透过他们的祷告来参与他的这种奋斗 这种竭力 以完成他 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托付 就是宣教的事工 虽然他与他们中间许多人没有私教 但仍然可以请求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在他自己的这个 征战中 与他一起 使他们能够真心的为他 代求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 这样的邀请之后呢 求什么呢 他提到了三个祷告的内容 第一个 请求 就是关乎个人安全方面的问题 好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那原文或者可以翻译 这个在犹太不信从的人 不信的人 就是指那些犹太人 不信的犹太人 因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 威胁到了他们所固守的律法 一方面他们存着纯粹的 单纯的心觉得保罗所传的是异端 是违背摩西律法的 违背我们犹太教的传统的 所以他们就要灭掉 这个干扰他们的异端 因为很多人听了保罗的宣教 结果都离开犹太教 信了所谓的耶稣 就是他们曾经定死的那位耶稣 认为是谢都神传异教的 那个耶稣 不遵守安息日等等 然后最根本的是耶稣所传的道 已经动摇了他们既得的利益 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已经 很多的那个描述里面已经暗示了 他们因为嫉妒耶稣 因为很多人离开犹太教 开始追随耶稣 耶稣讲的道 受人欢迎 既有权柄 又接地气 又解他们的灵魂的渴 而犹太人 啰哩啰嗦地 讲了很多 他们认为正统的 结果却如同 浪子所吃的豆豉一样 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饥渴 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生命的公药 所以很多饥渴的灵魂 听见耶稣讲的 道的时候就追随耶稣 从他那里得到了 像那个妇人 井边的妇人一样 获得了生命的活水 自由了以后就 喜乐地去传扬耶稣 所以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杀了耶稣以后 他们要灭了耶稣的门徒 结果后来又出来个保罗 变本加利地去宣扬耶稣 所以他们也要除灭耶稣 除灭这个保罗 所以他们到处去拦阻 去诋毁保罗的传道 并试图要屠杀他 杀害他 就像杀了主耶稣一样 所以保罗 我们看到《使徒心传》里的时候 所到之处最大的困扰 不是来自异教徒 来自所谓那些敬畏上帝的 犹带教徒 所以所到之处 总有人被怂恿起来 去拿石头打保罗 拒绝保罗的信息 就是那些所谓自以为敬钱 却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基督教 从某种程度来说 犹太教和基督教比较相似 都拿着旧约圣经 都信耶和华上帝 很多的时候 甚至有的人搞不清楚 认为这两个是个不同的分支 基督教只不过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其实宗教也好 群体也好 带来最大的困惑 比起外在的什么政府的逼迫 罗马的逼迫 最大的危机是来自内部 内部的腐化 异端 然后分裂等等 早期的时候 罗马政府觉得 基督教和耶稣 保罗等等 和犹太教是一回事 分不清他也 渐渐的后来是发现 他们不同 那犹太教一开始 以为耶稣是一位先知 或是拉比夫子来查看他 发现他讲的和行的 越来越跟他们的传统不一致 有些相同 也有些要命的不同 所以他们甚至发现 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地位和权威的时候 就比起维护信仰 他们就是想要除灭耶稣 保全他们自己固有的地位 所以对于宗教群体来说 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内部 异端的教导 然后教会内的嫉妒和纷争 无论教会大型也好 小型也好 最恐怖的就是这样 异端可能你捂住了 但是教会内部 这个纷争这个东西 很不好弄 你仔细看 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 每一个信徒都每一个 每人有一个大脑 每人有一个心脏 然后信徒之间来回串 所谓的弟兄姊妹 彼此瞎爱 结果串来串去 就变成传这个小道消息 忽乱编故事 搞得教会乱乱哄哄 牧师讲A的时候 下面就传CBD 这样的教会肯定会完蛋 所以魔鬼攻击教会的一个其中的策略 除了外在的消灭 你说共产党能消灭教会 不可能 他们是想 但是不可能 历史已经证明了 再强大的 虽然罗马没有所谓的这个大数据 这种方式 但是不可能 教会具有不灭性 真教会不会被消灭的 这是主自己三一上帝保障的 所以这个方面从某种程度 我们不必担心 但是另一方面 教会内部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异端的教导 第二个就是分裂 异端教导 公式的一般一个群体 我们公开的信仰 这个容易对付 至于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 一些异教的思想 一些拜偶像的思想 那个是一生要更新 和成圣的过程需要对付的 瞬间是不可能解决的 但是时时刻刻威胁我们的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分争 所以当时保罗在传道的时候 对外邦人来说 好像这帮人内部之间问题 都是犹太人 保罗也是犹太人 都去传上帝的福音 都讲旧约圣经 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拿着旧约圣经 本着旧约圣经讲 好像信仰都一样 为什么结果保罗到哪里去 这些犹太人就热心的去 去给他差评 甚至弄不好去 用恶毒的话攻击他 给他流言 然后甚至谋害想杀他 《使徒心传》里面 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所到之处 就有犹太人过来 跟着来去搅扰他 那在这里面保罗 因此保罗说 求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祷告为他代求 好让他能够脱离 犹太人 犹太不顺从的人 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 到耶路撒冷就在犹太地 犹太地 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他要去 他担心的是 我走到别的地方 到处传福音的时候 上去有人跟着来 去搅扰 去准备杀害 那更何况去了 他们的本部 对不对 更多的所谓的热心的犹太人 都聚集在那里 听说保罗来了的话 不得把他扒皮剃骨头 熬了汤吃 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因此他求 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为他的人生安全祷告 祷告求神 救他脱离犹太 这些不信的人 不顺从的人 不信从的人 那有的人认为保罗这样的带导 没有蒙英语 因为他们看到保罗 在犹大帝遭到犹太人的陷害 而被捕 但是实际上 这个祷告是蒙了英语 被捕 甚至犹太人想杀害保罗 但是没有成功 《使徒新传》里面都记载了 22章到28章里面 描述了 那个犹太人如果坑害他 所造之处搅扰他等等 因为虽然犹太人想要杀害他 但是他们的阴谋却失败了 保罗后来实在到了罗马 虽然不是照着他所期待的 那个形式 那个样子 预期的方式去的 总之 他拜托这些罗马教会 定用怎么为他的安全祷告 就那些 就他脱离那些 不信从的犹太人的迫害 在那种情况下 因为有这种处境的需要 传道人面临着人身安全祷告 这是必要的 那在韩国 大家不必为我安全祷告 因为没有什么人 要杀我害我 但是要回了中国就不一样 像我们这种海外的人 这刚又来一个 来了一个 又来了一个 准备要来韩国读神学的 等你打算来韩国读神学的时候 已经附加了一个service 一个免费送的 7月1号那个法律 正好用在我们身上 反渗透 反间谍 第一个考虑的 就是海外长期居咒的 这些留学生 特别是读有关神学方面的 所以在国内的那些传道人 我知道的很多传道人 他们也是有的是进入黑名单了 所到之处 他们一方面考虑如何推动教会工作 但是花更多甚至相同的精力 去考虑安全的问题 要传道要培训 这个是不可推卸的 教会要前进 要进步嘛 你不可能就这么躺平嘛 但是要促进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场所的问题 保安的问题 到处是这个摄像头 手机都 甚至定位等等 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成为他们在这个时代 当下考虑的另一个 不可忽视的因素 常常因着安全的因素受压力 所以我们这些在韩国 说不好听的 在温室里面的基督徒 应该至少头脑上去 知道这些事情 理解这些事情 甚至尽可能的去体恤 同情这种事情 为国内这些传道人祷告 不然的话 有一天 中国教会 我们不是说三一上帝 怎么护理的问题 有很多基督徒 总是信心很好 神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神必然成就这一事 然后啥也不干 这不是信心 说实话这不是信心 他以为那是信心 对神的有信心 其实不是那样 保罗也有信心 保罗还筹备宣教策略 那问题间 在教会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 我们在海外这些基督徒 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应该为他们祷告才是 不让孩子进教堂 韩国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 虽然政府不会拦着孩子来教会 但是孩子自己不来 甚至父母也不让他们来 礼拜天送他去学院 不让他来教会 礼拜天去补课等等 这些都是聪明绝顶的好基督徒 都是榜样 让教会灭亡 自己信仰灭亡了 然后让孩子也灭亡 孩子不来了 然后公司里面这些成年人 领导背后摸底 给你压力 以这个东西卡你 间接给你施加压力 让你截至自己不去教会 等基督徒不去教会之后 他已经断了奶 他所有的生命线 你说我自己读经组织祷告 自己能过信仰 过好信仰生活 还要教会干嘛 上帝的智慧和全能 在地上设立的教会 为什么麻麻烦烦的 要聚在一起呢 还搞一个牧师 什么长老 执事 组织聚在一起 谁看谁还不顺眼 又摩擦 总比自己在家里 信多好啊 是不是 就这种现象开始 渐渐的给你压力 让你瓦解教会 不让你去 借着疫情等等 不让你大起去的时候 人有一个本性 就我们教会有很多 曾经我也见过 那些来了 离开的那些人 其中离开 有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的场所不够华丽 虽然我们敞开教会 属于也是大型教会 在韩国来说 三四千以上 都是大型教会 一两天就大型教会了 当然也有几万的 什么爱的教会 等等那样的 跟他们是没有 那是超大型 我们也是大型 但是我们的教堂不华丽 特别中国人喜欢 什么我来韩国 我得棒一个大型教会 我自己就是大型教会的 在水云路 在什么市美南 那都大型 但是我不是故意 往大型教会去 就那么自然而然就去了 对大型教会 我自己有些体认 但是现代人呢 一是他来韩国 他不管是独身学 他要搞人脉 什么要去大型教会 跟大型教会挂了关系 然后要搞一些 什么后援等等 你要学真理 不一定在大型教会 里能学真理 我真跟你说实话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 来了以后 他们不是在看 或者听追求真理的东西 更多是看一些外的东西 所以来了 就走的那样的人 很多其中都是追求一些豪华的 什么等等 我们的音响 我们的TV 影视 我们的赞美队 咱们是一个人 有时候两个人 人家是一下子 二十来个人领赞美的灯光 多帅 多享受 一进去就觉得有体面 像我这样的人 就应该上这样的教堂做礼拜 然后有那样的 等等 去哪吹的时候 也说我是哪个哪个教会的 多体面 对不对 有意思是我国内 曾经服侍的一个教会 也是大的 那是国内两千多人的一个教会 后来就发现 人就有这种偶像的这种心理 对外在一些东西 总是有一些迷恋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 我们这里虽然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来了 就这么几个人 人多人少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人少就觉得有氛围不够 气场不够 所以总要追求一些这样的 人就不来了 那国内是因为借着疫情 打散你 不让你来 然后人开始 不聚会的时候 渐渐的信仰就开始弱化 开始分成小细胞 我个人虽然是觉得这是好事 但是因为人总喜欢人数多的缘故 结果这种细胞化的过程 很多人也流失 很多福州那边也是一样 我知道的什么几万人的教会 剩三千人的这样的也有 家庭教会 就因为这次疫情冲击 各种 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多 外在的和内在的这样的挑战 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犹太人的 这种气压 那对于国内的人可能来自 不信的政府的一些做法 那对于我们韩国的这些留学生呢 在这种公民 这种民主的社会 信仰自由的地方 什么都自由的地方 连我们自由不来教会也是自由的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留意 可能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拦阻我们过信仰生活的一些因素 这是第一个请求 主要是个人安全 那在韩国是没有这种安全的威胁 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回中国之后危险 现在在中国的很多传道人也是处在危险当中 就算那些不热心搞革命的那些牧者 他们也是有很多人都是被盯住的 有一些影响力的这样的人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也因为中国教会祷告 一个是让他们聚会的品质 小孩子的聚会 还有传道人的安全 典型的几个例子 成都某某教会 一个教会的牧者如果被控制住的话 这个教会基本就弱化了 虽然教会在努力搞细胞小组同工化 去中央化 再怎么地不可能有十个摩西 只有一个摩西 某种上帝在某个教会里面 或某个地区兴起的一个传道人 他的一些特径就像金南郡一样 金南郡牧师一样 没有人能代替他 是吧 他退休了 顶多是教会要改转型 渐渐地转型 没有人再像他那样 在哲学上 在什么人生的阅历上 在牧养上 在金钱上各个方面 完全像他那样去站在他的位置 接续他做 对不对 某个教会的传道人一旦被控制了 离位七年八年 他那种持续的影响力 一旦丧失的话 教会就散掉了 好多这样的例子 好多上海的北京的好几个 都是这样 所以为这些传道人祷告是很重要的 保全那个教会 不仅那个传道人的思想要正统 健康别激进 还有就是他的安全的问题 一旦打掉那个传道人 打掉主日学 然后中产阶级摇摇晃晃的来不来 老人死掉了几年以后 教会就关门了 没人了 欧洲我们看到一些那些古老的教会 传统的那种教会 没人的那个事情 在中国可能也会很快就发生 这种事情谁也不敢保证 你比如说 我们世界富裕化最后一棒是中国 谁给你那个确计 虽然有些对中国关心的宣教士 一厢情愿的这么讲 但谁能保证说最后一棒 必须是由中国人来干 我们自己现在还差很多 我们有热情 但是我们缺乏很多成熟的东西 有一天可能过早衰落 我们看到欧美一些成长 沉淀了以后衰落的这种迹象 韩国也在这样往下衰落这种迹象 但是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发达了之后迅速的下降 而且这种国际交流 美国韩国流行的一些乱七八糟的program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有钱了到处去请讲员去邀请来学 最烂的最先进的都学 双翼啊什么的 然后那些什么内在治愈的那些课程 在网上随便可以学 然后请人来讲 这种迅速下降的威胁更大 所以教会面临好多的冲击啊 那谈这些你可能不关心 那是跟我又没有什么国度的概念 我又不是什么传道人 但是就你自己 你自己现在的信仰怎么样 没有威胁你 但是威胁你的是什么 可能不是刀枪棍棒 撒旦那种用温水煮青蛙那种 渐渐的让你丧失对上帝的敬畏和爱和兴趣 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唯一信仰就是茶余饭后消遣的时候可以用的话 这个已经就毁了你了 所以一定要警惕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点 个人的安全的问题 当时是由于一些不信的犹太人 到处去抓害保罗 那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嘛 要去带着这个捐款去到耶路撒冷 所以进入到他们老巢里面了 当然是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他考虑到这个现实的因素 为他们祷告 一方面让去耶路撒冷安全 第二就是摆脱这些人纠缠 使他更好地去完成上帝给他的外邦的宣教工作 第二点 请求他们 第二个请求是什么呢 就是捐款的接受 他送到耶路撒冷的捐款 他祈求罗马教会的兄弟们一同与他祷告 奋力祷告 就是让这个捐相的蒙圣徒们的悦纳 耶路撒冷圣徒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可能是遇到了饥荒 罗马教会的一些圣徒当中 遇到了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所以作为外邦教会 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们奉献了这个钱 这个款项就委托给使徒保罗 然后带到耶路撒冷 然而 在耶路撒冷的这些 信耶稣的犹太基督徒里面 那些毁谤保罗名誉的人 曾多方侮辱保罗 而且极为成功 信耶稣的犹太人里面 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彼此相爱了 保罗 哈利利亚 感谢主 上帝这么用你 不 他们觉得 这个保罗又废掉歌礼 又教导 好像有反律法这个倾向 好像轻看旧约的律法 旧约的好多教导都废了 所以这个保罗有点问题 所以这些犹太基督徒里面 很多是那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 一方面信耶稣 另一方面要守旧约的一些 节旗礼仪吃和歌礼等等 我们看格罗西书里面 包括罗马书里面 谈到很多这样的人 包括罗马教会里面 也有这种关于吃肉 可不可以的问题 这样的困惑的 这样的犹太基督徒 耶路撒冷里面更多 所以他就担心 外邦教会的兄姊妹 捐的款是一片好心 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结果带着钱去了 他们不接受怎么办呢 给钱还有不接受的 有啊 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 这个我们就不接受你的话 他担心这个 所以他怕现在自己带着捐款 不为犹太圣徒欢迎 固然他所带的钱 是极其适宜 减轻他们的困苦的 但是他还是担心啊 不过后来我们看 使徒行传24章17节里面 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 耶路撒冷教会 接受了这笔款项啊 带着去 然后大家就接受了 可见这个罗马教会 弟兄姊妹的祷告是 蒙吹蹄蒙英了啊 第三个请求就是 去往罗马的行程啊 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 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 前面 就我脱离这个 犹太不顺从 第二 就是让这些捐款 蒙圣徒的约纳 第三 就是顺着上帝的旨意 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 很有意思的邀请 对不对 让那些接待的人 提前为他祷告 祷告的人 热心祷告的人 越来越有负担 对不对 不祷告的人 就对于保罗来不来 不关心的人 祷告的人 即便一开始 有一些心理上隔阂 但是祷告来 祷告去 圣灵做工 他心里会越来越盼望保罗来 因为保罗去 也的确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让他们祷告 其实就是让他们预备好心 来接待他们 让你 我这样热情的去祷告 带着期盼 见面 这样祷告的时候 这个相遇就蒙神祝福 就像我们到某个地方去 开茶经或者学习一样 提前告诉他们 让他们为祷告 那些根本不盼望你来的人 也不祷告 顶多祷告求主 拦阻他不要来 对不对 那些热切盼望你来上这个课 祷告的人 他们听到的效果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期待 然后祈求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恩典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要能够让我顺利 除了是延续前面两个 第一 别中途被犹太人 这些不顺从的人妨碍了 第二 就是顺利地完成了 完成这些工作 去的时候顺利完成 这个托付款项的工作 就顺利回来 当然理所当然 顺利地去到你们那里去 期待你们好好 为我祷告 能够一切顺利 包括前面顺利 然后才带来这个 第三个祈求的结果 对不对 同时也是在预备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能够真正带着期待 去为这个事情祷告 保罗没有想到的是 他自己竟以囚犯的身份 到了罗马 也确实有平安 一方面虽然经历了更多的危险的情况 上帝保守他 然后在这个罗马兵丁的护卫下 避免了这个犹太人的苦害 中途可能也有强盗的苦害 然后就送他到了罗马 到了罗马以后 而且也受到了这个欢待 也的确是带着基督的喜乐而去的 使那里的基督徒也得到鼓励 我们看到使徒行众28章15节到16节里面描述 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他 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的地方来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 放心 壮胆 进了罗马城 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的兵住在另一处 后来结束的时候说到 他在那里传扬神的国的道 没有人禁止 虽然有的人听了信 有的人不信 但是基本上是蒙诺神的应答 他顺利的到达了罗马在那里面 然后与他们交通 至于去没去西班牙 明确的记载没有 没有后续的这样的介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祈求的这个三个方面 一个是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是捐款顺利的问题 第三是能够平安的到达罗马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祈愿 三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这样的托付之后 保罗就为他们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 除去所有的修士 就是说愿神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众人同在 神与你们同在 以马内利 我们中国教会也习惯用的 这样的彼此祝福的方法 一种方式 神与你们同在 那我们留意在这里 他描述的神 是用赐平安的神 保罗描述这个神很有意思 有说赐安慰的神 赐忍耐的神 赐盼望的神 赐平安的神 的确这些好处 这些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他特别强调赐平安的神 罗马书当中讲到平安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 一种重新的和睦的关系 二章十节 五章一节 二章六节 因着基督罪得赦免 被称义与神和好 这个和睦 与神和睦 特别五章里面谈到称义的 这个结果里面 因信既得以称为义 就得与神和好 与神好 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 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 牵着这个祭生来 牛羊或者鸽子 然后让祭司为他赎罪 祭司按着神的律法的要求 一定的程序给他献了以后 祭司献了祭 给他赎了 然后就后面说 他的罪就得赎了 罪得赎了 就得以平安了 在神的面前不止 这个享受这个 什么平安祭呀 什么感恩祭呀等等 享受与生 亲密的这种交通 团契 这是带给赦罪之后 与神关系和好之后 带来的其中一个 最大的祝福 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 因这和好了 他就是和睦嘛 他也当然是平安 如果一个人内心当中 和上帝没有和好的话 他心里面一定是 常常有这种定罪感 罪的重担压着 他一定里面是不安的 他一定也不会幸福啊 所以为什么 从某种程度 正常的情况下来说 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真的信了耶稣以后 他的平安一定会比他过去 他个人过去是更高的 为什么 他心里面的重担 脱落了 罪的重担 那种灵魂深处 对神的那种恐惧 咒诅 审判 那种罪的重压 一旦 经过 基督的救赎 他得以脱落的时候 与神和好的时候 一个浪子 一个敌人 和他生命的主和好的时候 他心里面所享受 那个平安 是用外在 没有办法形容的 所以 平安非常重要 平安西伯来文 叫沙龙 是吧 虽然他指向 那个神在完成的 那个时代 完全完成的 那个时代 百姓所享受的 这个所有祝福的总和 所以我们之前也谈到 旧约里面讲到 那个平安 不只是从患难当中 得走救病 疾病 疼治贫穷 得贡猿 等等 蒙保守 生活的 整个生命的 每一个方面 蒙福的那个状态 所以 沙龙来说 对于这种 以色列人 充满了这种 战乱的国家 沙龙非常重要 平安非常重要 当然 以色列只不过 是一个代表 所有 神的行星样式 被造的人 应该回归上帝 应该 来到神的面前 经过基督的 忠保和代赎的功劳 与上帝和好之后 享受这种 沙龙才是 赐平安的神 已经借着 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平安 但问题 我们里面 有没有平安 这个很关键 你和神之间 有这种 平安的关系 这个很关键 现代人 其实古代人 也一样 只注重眼前的 现代人 更在乎物质 我们所有的幸福 因为毕竟 我们把所有的幸福 都决定于 取决于 我们外在的环境 拥有的物质 当然没有这些 这些是必须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人们把这种 物质 被造物的因素 考虑到 变成我们生命的全部 就像亚当一样 以为吃了 那棵山肉树的果子 我们先不考虑 恩约这个角度 吃了 实际上他想的就是 他的幸福取决于 那个果子 他决定吃 他认为吃了 就一定像神 虽然亚当和夏娃不一样 夏娃是 这个被诱惑 亚当是明知故犯 因为他清清楚楚 知道神的 但是当他吃的时候 就意味着 他的幸福 他的判断 价值善恶 他追求的 不再是神 而是被造物 以为透过那个吃 那个果子 来改变自己的 人生和命运 决定自己的幸福 这本身就是一种 愚蠢的决定 本身就是愚蠢的决定 亚当堕落 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思想 已经错了 堕落后的人类 更变本加厉的 把所有的幸福 都放在那个原本 上帝赐给我们 白白享受的那些物质 变成我们人生的目标了 创造 《创世纪》一章里面 告诉我们 那些东西创造完了以后 赐给人了 动物要接受人的管理 取名 蔬菜 水果 都给人 白费 免费的吃 这都白白给我们的 人的焦点是如何 在神的面前 过一个 侍奉他的生活 无论是去耕种 还是盖造 修理和看守 结婚 生子 教育子女 这所有的生活 都应该成为 侍奉神的现场 具体的体现 但是人却 因着堕落 或者是 他离开神 在神之外 追求幸福的那一瞬间 他们完全 生活秩序颠倒了 原本是物质 追随着人 人追随着上帝 物质追随着人 因为上帝 已经把这些刺给了 反过来了 人开始追随物质 然后把神 抛在后面 拜偶像的人 是把神放在自己面前 透过神 去追求物质 无神论者 是把神踢一边 自己直接面对物质 基督徒 有的时候是 和拜偶像的人一样 把神摆在我和我要追求的物质之间 让神去帮我成就 那还有一些可悲的 所谓的基督徒 那是 他和物质之间不存在神 神早就跟 无神论者 我们称之为实践的无神论者 基督徒里面 告白自己是新耶稣 在实践当中 实际上就是无神论者一样 神跟他的生活没关系 然后他直接去追随物质 试图从被造物当中获得满足 这个已经在历史当中失败了 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关乎 得救的智慧和知识的圣经书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 亚当堕落的那个时候的性质就是这样 堕落之后 他们的后裔的生活也是这样 所以关键是 我们要和神恢复这种平安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我们如何靠着他所在圣经里面 记载这些真理 引导我们去在福音里面 享受这个平安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任何时代 人最需要的是福音 现在你说中国人不再贫穷落后了 大概那么算吧 咱就不说什么 这个 他叫什么来着 李克强说的那个 有多少多少人 月工资不够 多少多少数字 我们就不提那个 就算大家都幸福了 高速也好了 高铁也好了 大厦也建起来了 城市建的也漂亮了 好像跟我们有关系 好像又跟我们没关系 现在人的生活真的品质比以前好了吗 不见得 改革开放之前人活得更好 在农村里的时候 吃喝有余都过得很开心 但是等他 等他进了城以后 发现赚的是多了 但是不幸福了 活得比以前更累了 所以国家昌盛发达和人民实际生活改变 不是一回事 不要错觉 然后我们中国人总喜欢拿别人的成就去吹牛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的生活品质又改善多少呢 明白啥意思吧 所以 现在这些中国这种情况 别看中国强大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是用一般大众的认识说中国强大了 强大不强大你们也知道 然后这个情况下 以为中国人就不需要上街 不是 人还是需要这种平安 所以福音还没有被淘汰 只要他还是个人 他就需要福音 不管他认不认识 那我们在韩国的这些人 至少你们只要肯劳动 你们的收入就比国内的人更合理 某种程度 你们幸福的那种 比不安感 比国内人要弱 只要你身体不出问题 你只要工作 你就可以获得相对可以满足的收入 即便如此 我们也需要平安 这是第一点 与神之间有一种心的和睦的关系 第二就是信徒之间关系的一种象征 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 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同时也希望 即上帝这个平安在你们里面 你们中间也有这种平安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的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里面主要是保罗在结束前的一个 一个典型的结尾 结尾的祈求 祈愿 拜托他们为他祷告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现在要负责 这个交代这个捐项的问题 第三就是能够顺利的到达罗马 然后最后呢 他就给他们祝愿 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 那位神与你们同在 他所赐的平安也与你们同在 这是希伯来式的思考方式 愿你们都声音兴隆 愿你们都扫生贵子 愿你们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这是中国式的思维 犹太式的思维 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 神与你们同在的话 即便在当时像尼洛这样的 还不至于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那种疯狂 但是在这种处境下 愿上帝赐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同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作为我们人来说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需要来自上帝的平安 无论顺境 外在的环境 顺境还是逆境 有神的平安 人才会有底气 人才会有幸福 如果那些抑郁的人先有了神的平安的话 他们就不可能有抑郁 对不对 虽然大家面临的那个压力可能不同 但是有上帝的平安的话 他哪怕他心中有这个重担 他可以带着重担来到神的面前 去交托去恳求的话 他也不至于绝望跳楼自杀 对不对 即便是这个世代这个生存越来越绝 即便是这个金正恩越来越猖獗 做一些愚蠢的决定 给朝鲜人民带来一些 虽然朝鲜人民也不是什么好鸟 给朝鲜人民带来一些灾难 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上帝的平安 所以盼望大家 我们中间大部分一半是年轻人 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种带着青涩的回忆 对未来充满了 不过现在很少年轻人这样 因为大家都懂事 这种情报信息一查 也知道前途有很多艰难 未知数也有焦虑 对不对 虽然在韩国这样 但是焦虑的时候可以祷告 虽然这个时代当中就业艰难 但是说让我在这种时代当中 给我生存的位置引导我 我该怎么装备 无论是在教会里侍奉 还是在教外 在一般职场当中侍奉 明确的正确的去祷告 把你的前途交通给住 让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 你所学的工作岗位上 活出基督教的真理 然后去透过我的工作 服侍去服侍别人 包括信的和不信的 你这样祷告和就那么顺其自然的去努力的话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你是凭信心火 上帝 你认上帝为你的主 认基督为你的主 你将你的主生命交给他 他会引导你的 是吧 不一定可能飞荒腾达 但是一定会给你安排的 是吧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时时刻刻 让上帝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 像牧师也一样 牧师其实有的时候 平安也常常失去 牧师有什么失去平安的 也不工作 也不上班 也没有社会上的这种公司的 牧师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只不过是他更多生活的对象 是教会内部 教会内部之间 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在韩国 文化上之间 虽然别人都很照顾我们 尽量尊重我们 即便如此 也有什么之间 文化上的差异 那种等等 再加上作为传道人 牧养的时候 和信徒之间 之间那种压力 其实也有的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每个人一样 牧师也需要平安 在我里面做主 然后你们也一样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平安 也是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世界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